便一旦狂潮2.0来袭 不仅新增了6个专精角色 众多战斗流派也是不断涌现 有上版本T0的飞剑流 有身后埋雷的爸爸流 还有鬼火加属流 然而 不管你是哪个流派 如果刷出来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拿 它就是 幸运加石 没错 别管你是什么流派 幸运才有这个版本的杂案 碰到直接无脑拿 因为在游戏内 七杀怪物时 有概率会掉落盲盒 而盲盒内 则会有和升级时 一样的技能俏化 所以幸运越高 实力越强 没有问题吧 有道理 首先是角色选择 目前的可选项 仅有强西弹和一生弹两个 其他角色 都需要完成任务后获取 比如击杀特定数量的boss 或者怪物 默认角色 直接选强西弹就好 因为这一生弹的主动技能 有方单位 难道后续 偏一旦狂潮 也要变成多人合作了 在战斗流派的选择上 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物理类 代表流派 远程炮火流 这个流派主要是利用火炮攻击 例如火箭炮 加特林 以及最好玩的把 每五秒就可以自动部署 地雷 怪物踩上后 会造成高额伤害 当怪物潮来袭 我们输出不够时 就可以直接把他们 侵入我们的土豆雷大阵 直接轻松路过 第二个 近身剑阵流 主要选择随神阵法力的技能 比如剑阵 扳手之类的 主打一手铁脸进攻 适配角色 铁匠弹 魔法类代表流派 天雷加地火 天雷的效果 类似之前特种弹的飞剑攻击 单体伤害较高 但是应对怪物潮的时候比较法力 所以需要补充群体法术攻击 比如烈焰 冰锥等元素魔法 而且这些元素好像后续还有联动 天雷将怪物麻痹后 其他法术能造成更高的伤害 是非角色法师代 但是我还没有解锁 目前用强吸弹体验了一下 前期表现中规中矩 不过到后面 身体禅数野兽 好吧 根本就活不到后面 相比1.0 大部分人都能到达无界的难度 2.0的变异弹狂潮 虽然难度提升了一打 但可玩性的提升可不止一打 众多的角色加技能 再加上超级血清和幸运属性 绝对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